从前年就答应要给他做这个 是吧 2019年 先把年糕煮一下 煮三分钟煮软就行 这时候给香肠开一下花刀 年糕冲一点凉水 控一下水分 穿串 年糕 香肠 年糕 香肠 再来一个芝士年糕版的 六个年糕串一起 15毫升两勺为准 四勺水 三勺别糖 两勺番茄沙丝 一勺味极鲜酱油 半勺韩式辣椒酱 小火加热至白糖融化 冒泡后关火备用 还是炸串呢 木签子迅速冒泡泡 炸到外皮起酥 就这个样子 就外酥里嫩的口感就出来了 我们小时候这一串五毛钱 现在想起来贼贵 您是改革该放之前的人 最小火先把香肠这个煎了 放上芝士片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之前夏馆子因为觉得名字好玩 点了这道虾兵蟹酱 他说彻底被这群小啰啰兵给折服了 今日火食香辣 虾兵蟹酱 先把花蟹处理一下 把没用的腿剪掉 肚脐扣掉 从肚脐这边开壳 蟹嘴蟹胃去掉 蟹心鼠寒去掉 把腮去掉 把蟹前腿扣哈一下好入味 蟹身一分为四 裹一下淀粉 高口处沾上淀粉封口 或者干脆放一起直接裹上也可以 这样的话成品会更好看一点 虾也裹一层淀粉 准备油炸 筷子冒泡四五成热的时候 开始油炸 时间不用太长 这一步只是为了定型 变色后出锅就可以 再把虾炸一下 实在忍不住的话 这时候尝一个也行 锅留底油 放一下葱姜蒜 放入香叶八角小米拉 炒香后放入提鲜豆瓣酱炒一下 再放入一小块火锅底料 虾和螃蟹回锅 调一下味 15毫升量稍微准 一勺生抽 半勺蚝油提鲜 盐吉兴白糖提味 大火翻炒 倒一碗水 盖上盖子 大火咕噜咕噜三分钟 放入葱和香菜 翻炒两下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就这位女同事 有冰镇的绝不喝常温的 有常温的绝不喝热的 那我就让温水变得好喝 外面卖一块钱两片的柠檬片 整颗柠檬加水 用盐力搓起干净 再用清水冲掉 去头去尾 切片去紫 开始煮 10个柠檬 加300毫升清水 等量的冰糖 中火加热煮冰糖五号 再加刚才一半的冰糖 一小勺盐 煮至粘稠 粘稠后转小火熬20分钟 完全浓稠后 准备烤盘 铺上柠檬片 烤箱100度100分钟 浓缩汁放密封罐 放凉后装灌 维尔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这比柚子糖好喝多了 没有韩式辣酱也能做的炒年糕 鸡肉火食 火鸡面炒年糕 调一下酱汁 15毫升两勺为准 两勺辣椒面 两勺别糖 一勺生抽 一勺蒜泥 一勺蜂蜜 可以省略 但是颜色会好看 然后是加一包火鸡面的调料 准备一张芝士片出锅前放 搅拌均匀 200克年糕 倒600毫升冷水 大火烧开 这么做的话没有火鸡面那么辣 但是比炒年糕稍微辣一点 普通炒年糕 就你会强大 水开后调中火倒酱汁 不能浪费 喜欢吃炒年糕的话 一定要试一下 不好吃过来找我 你们在前面 放入方便面煮5分钟 什么 没有火鸡面 来大金小金直播间 8月28日晚7点半 我是小金 一个给老婆做饭的男人 撕登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